台鐵太魯格號事故 釀成慘重傷亡 數以十劑家庭破碎 數以百劑傷者重建 台鐵第一時間慰問傷者 跟罹難者家屬 但後續賠償 財政要開始 這是所有案件的發生 確實是跟我們 有一些疏失是有關係的 那我認為 我們就要協助家屬 來申請國賠 我們這個政府的確有富有 最終的賠償責任 所以這些家屬 應該要提出國賠 家屬在悲痛之餘 該採取的法律行動 還是一定要採取 必要的法律行動 因為國家的賠償的部分 其實對於傷障費的部分 或者是醫療費的部分 其實國家賠償法上面 都有規定 立法院藍綠立委 一致支持家屬 應該提出國賠申請 目前台鐵提供賠償金額 行車事故250萬 以及台鐵局 特別寄註金280萬 加上10萬慰問金 一共540萬 不過泰魯格號意外 儘管事故完整報告 還在調查中 但台鐵為善盡督導管理責任 將事發工地 為做編坡防護措施 引發重大死傷 確實符合國賠條件 假如能證明這次事故的起因 是台鐵沿線工程 為設施為敵所造成的 確實是有可能成立國賠的 家屬已經知道有這個事情了 就必須要來窒息 是兩年內提起 往年國賠案例 交通賠償 佔最多數 最新的國賠成功例子 是2018年 南投陳姓旅工友 因道路缺陷 車禍身亡 家屬啟動國賠訴訟 獲賠640萬 這次泰魯格重大傷亡意外 面對家屬可能提出 一人上百萬到上千萬的國賠訴訟 台鐵表示 先能完成報告 一切都尊重 暫定新聞 尤家瑋 陳家瑋的報導